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三個圓 半徑分別是一二三 而且這三個圓兩兩相切 兩兩外切 這是切點 切點分別是AVC三點 那他問這個三角形AVC的面積點多少 我把這個重畫 重畫的話 我們看 我們看這個 把這個圓芯給它連起來 連起來的話 他一定會通過切點 O1O2酸 這個是O1 這是O3 這個是O2 這個是A點 這個1 這是3 半徑是1 半徑是3 然後這裡是1 這裡是2 這裡的話 也是2 這裡是3 然後這AVC AVC 好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是3 這是4 這是5 所以這是一個直角 我們看這個三角形 O1 O2 O3 這個面積等到多少 這個總面積等到多少 因為這直角 這是斜邊 這是5 這是345 就是3 底層高 除以2 這等於6 這個整個三角形的面積等於6 好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三角形 先看這個三角形 O1 AB O1 AB 這個三角形面積多少 三角形 O1 AB 這個面積 比上多少呢 比上全部三角形 O1 O2 O3 這面積比的話 跟它的那個邊長 邊長的乘積的話 乘正比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的這個三角形面積 是等於 A乘D乘SineC 這個整個三角形的面積也是一樣 A乘D乘SineC 那這個角度一樣 所以它的面積的話 就等於跟兩邊的乘積乘正比 所以 這個兩邊的面積是1乘1 整個三角形的兩邊的這個面積是4 乘多少 4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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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12分之1 這個面積的話 是全部的12分之1 同樣道理 這個三角形 O2 O2VC 除了這個三角形 O1 O2 O3 O3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是2乘2 2乘2 3乘5 3乘5 等於多少 4乘4 0.5 5乘5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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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等於二十分之九 二十分之九 所以裡面這個ABC 三角形ABC的面積 全部是一 扣掉這三個 一扣掉多少呢 扣掉十二分之一 加十五分之四 加二十分之九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三角形O1O2O3 這是六 那這個的話 把它通分的話這個等多少 通分是一百八 一百八成是不是十二 乘以十五 五二得十 六 一二二一一 這十二乘以十五 查出來就是十五 十五 十五 約掉十二分之一 加多少呢 上下乘以十二 這是四十八 加多少呢 這乘以九 上下乘以九 九九八十一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等於多少 十五 四十八 加八十一 這個是六 十四 一八零 一八零 一四四就十二乘以十二 六二十二 六三十八 那這個是 六二十二 六三十 這是五分之四 所以裡面這個是五分之四 所以裡面這個是五分之四 那這樣的話呢 一減五分之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乘以六 所以答案是五分之六 三角形ABC的面積是五分之六 三角形ABC的面積是五分之六 三角形ABC